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有点像这个西南气流 但是它其实还不大算 因为我们西南气流呢 指的是台风过后 但是有时候它的特性又有点像 甚至呢不排除它这个环流之下 它会有点对峙 已经有梅雨封面的架构 的样子出来 它倒不是梅雨封面形成的这个特性 反而是由西南气风形成的 这种滋留封面的特性 所以未来呢恐怕的到端午假期的时候 都是这样不稳定 端午假期过后之后 可能还有一波 但是这个后面的变动都比较大 所以特别请大家特别注意 未来这几天 从礼拜三开始 礼拜四 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到下周一 端午假期这段时间 都要心里准备 雨 雨 雨 一直不断的下雨 这个呢如果照这样的情况下呢 就很容易 希望它下得够就好 但是呢老实说 这个变动的空间还蛮大的 属于这种容易有中小尺度 这个影响的天气 特别是这种西南风 很这个大的环境里面 可能有一些对流系统会发生 这个呢是不乐见的 如果平稳的下没有问题 但是老实说 这个季节呢 如果出现这个特征 可能有一些中小尺度的系统 那这个就容易自灾了 请大家多留意一下 那整个环境来说的话 大致上礼拜一晚上 各地还算蛮舒服的 有点变凉22 北部22度 南部呢26 28度 比较没有感觉 东半部偶有短暖线的阵雨 那礼拜二呢 各位可以看 回温一点点 32到33室度 这个是近期温度比较高了 但是很闷热 因为湿度有点高了 湿度有点高了 所以礼拜二呢 是近期天气比较好的一天 请大家好好把握 礼拜三开始呢 就开始整个变化了 所以特别请大家注意 礼拜二要好好把握一下 礼拜三开始 西南方的水汽增多 有点像是西南汽流 也有点有四流封面 可能好几个系统混在一起 西半部的这个持续性的降雨呢 可能会到下周 目前来看的话 应该很有很高的几率 这一波呢 就有机会解决到 我们台湾面临的旱向了 但是 也有它的风险 风险是什么呢 恐怕雨就比较多 有自在性的风险 所以请大家未来这几天 一定要提高警觉 定时收看我们各种的气象的资讯 请大家多留意了 我们下周